随机选人跟压王打一个随机选人战 他们双方都是用问号来打的 独立完中寒战中国赢了呀 中国赢了啊 小阿这里阵容有一个K49 K49 这个家伙的隐藏超杀哪点还记得吗 就是传出那个蜈蚣手啊 空号啊 这啥情况啊 咱们也没一个动静 进进出出的 空走啊 别潜水来猫炮 多话 这零二是打三问的 打三问的 随机选人 我倒是很期待啊 很期待他能够打一个隐藏超杀给大家看看 是吧 你这两天哪去了 是东了呀 他们一直在问你哪儿去了 他们一直在问你哪儿去了 我估计 我说估计在忙着准备上市的事啊 好 好了 现在的比赛是来对鸭王的最远的老头 对拳对战小孩的克拉克 克拉克是想铁了心想尽身抓头他 但是没有给他的机会啊 他说是一个质 一架 下半十招 他们现在召唤成立会这一战 高低啊 好 很久 善良 拿下了 老头 能不能把小孩的kiss就打出来一下吗 努力加油啊 迈主在这个弹子里面实力非常小心 咱们看看 小孩不断利用自己的亲切中腿好 手刀牵制上去 抄手达然后继续手刀牵制 小孩防住 鸭王进行前冲开车站 一过来 没有什么用 轻拳封对方前冲 现在鸭王下队对空完美下中拳 太强大了 现在地面上来对小孩的k49 有没有机会打个隐藏大招 哇 鸭王这里取消出自己的天国之门 k49这个角色啊 get low 好 表手 继续偷 气不够 气不够 怎么戳 比赛再起 能赢吗k49 小孩k49 这个大招又打空了 被鸭王通 背后猪生龙 可惜了